丹麗的圖片大喜START 那個小妹妹靠在媽媽身上 然後小妹妹說 喝醉了 喝醉了是不是 喝醉了還是做了什麼事情 好 馬上進入我們這一集的 愚人笑車 笑點請上車 喜得亂講 喜得是不是亂講 不要抓了 幹什麼 不能抓 那你想一個酷一點的 愚人笑車 笑車 傻笑笑 我一個... 好 來 愚人笑車 笑點 按喇叭的感覺 張飛的感覺 小媽要來一個嗎 愚人笑車 好 愚人笑車 笑死 彥晨從頭到尾都很安靜 我們今天實際是 我們的喜得的好同學彥晨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請喜得的好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哪裡呢 中壢啊 沒錯 我們今天來 我的地盤了啦 桃園吧 楊美嗎 中壢啦 桃園就是中壢啦 桃園就是中壢 中壢就是桃園 而且喜得你根本不住中壢吧 為什麼這個中壢感這麼強 沒有 我跟你講 楊美人都會講自己是中壢人 真的假的 我也講 因為很少人聽過楊美 所以彥晨吐吐 彥晨默默吐吐說 才不會 你吐吐個屁啊 彥晨是住哪裡 彥晨住哪裡 楊美 你住楊美 那你會講說你住楊美嗎 對啊 楊美人 但你會偷偷 有時候在外面可能 比如說去跟人家約會啊 你就會講說自己是中壢人會這樣子嗎 沒有吧 並不會 只有喜得才會這樣 他沒有什麼約會經驗 他沒有什麼約會經驗 好過分 好過分 為什麼吐吐自己同胞同學 亂講 你不要提到人家是中壢 是傷心處這樣子 那你今天也要幫我們一下好不好 你等一下覺得有趣你就比讚 不會有趣你就整個倒站 這樣子好不好 就伸手過來比讚 然後再倒站 不會有趣你就倒站 你就倒站 太卡 太卡 我們看到一家安全帽店叫魔頭帽 好 OK 但台北很愛這樣 就是他這邊開一家安全帽店 他對面也 安全帽店他對面 他自然講清楚就算了 楊哥有一秒的米老鼠附身 司機好笑嗎司機 可以 有趣 有趣 今天有一分了 我今天用波音獲得一分 就是他的安全帽店這邊有一家 他對面就會再開一家安全帽店 那請問一下 剛剛這個魔頭帽的安全帽店 對面要開一家叫什麼名字 絕對會生意比他好 丹尼有答案了嗎 超有 好 在魔頭帽對面開了一家安全帽店 生意比他好 請問店名叫 冒出小頭 哪個小頭 丹尼想知道哪個小頭 哪個小頭讓他生意如此的好 沒有 主要是有安全帽 又有頭 就是用這兩個去做一個 諧音的動作 冒出小頭 冒出小頭哪裡諧音了 冒出小頭 冒出小頭 生意比他好 可以嗎 彥晨可以嗎 你覺得 大海啊 彥晨不用 不行就不行喔 佩潔講 差一點 差一點 OK 又再一點 隨便你啊 為什麼要生氣啊 為什麼會對我們的評審這樣 差一點 沒有過沒有過 好 再來 小冒答案了 好 在魔頭帽對面開了一家 比他聲音好的愛情帽店 請問店名叫 他叫魔頭 對面開了一家叫Psycho的 摩托Psycho 摩托Psycho 合在一起了 合在一起了 然後老闆還是同一個人 那為什麼Psycho的這個聲音比較好呢 因為他叫Psycho Psycho Psycho Psycho聽起來就比較厲害 Psycho 感覺有點病態 Psycho 好 請問彥晨覺得這個答案 你覺得如何呢 讚啊 帥 想要爆獲得一分 你是不是喜歡小禮拜 沒有 他不需要黃泣嗎 還沒還沒 還沒開 我會了 好 丹尼有答案了 在魔頭帽對面開了一家 生意比他好的安全帽店 請問店名叫 帽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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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嘛露出小頭 要嘛露出鷹的 你的這個店都是厲害厲害的喔 而且那個 彥晨毫不猶豫的 就給你比個讚 你喜歡諧音耶 你是台灣人 好的 帽頭鷹 好 小包又答案了 在魔頭帽對面開一家 比他生意好的安全帽店 請問店名叫 摩摩頭 摩摩頭 怎麼了 撞到了啦 從帽頭鷹變摩摩頭 摩摩頭 完蛋了 我是摩頭頭 摩頭頭 摩頭頭 摩頭跟摩頭頭 可以嗎 摩頭頭 也知道 小籠包摩頭頭 你有嫌疑 彥晨 你剛剛有點勉強 但聽到小籠包他就比讚 我現在是你那麼久 不知道你那麼色耶 為什麼突然間狂 人家只是喜歡這個答案 我又有了 好 丹利又有了 在魔頭帽對面開了一家 生意比他好的安全帽 請問店名叫 帽子洗吧 韓文了嘛 而且是罵人了是不是 是帽子戲法的一個諧音 帽子戲法 聽起來好聽多 為什麼要變戲法的 帽子戲法很無聊啊 那無聊的人才會開一個店名 叫帽子戲法 所以你說無聊 我們來查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台灣 有沒有一家店叫帽子戲法 好 我們現在立刻用Google 來 帽子戲法 有去耶 我有八個 完蛋 我覺得他們今天分數很高 因為彥晨看起來笑點滿多 沒有... 是今天大家特別有感覺 我特別有感覺 我知道了 我有了 其他有答案了 來 請問魔頭帽 對面開了一家 全新的安全帽店 店名叫什麼 魔頭喵 大家都喜歡貓啊 魔頭喵 喵是因為... 有貓絕對是有流量的 那為什麼不是魔頭 這樣子不行 因為現在貓派的好像比較多一點 就是狗派的比較少 對 他怎麼不能魔頭狗狗給 什麼東西啊 雞啊 你是雞派的 我還好 是你就是喜歡雞的 雞塊 你在喜歡 你們在吵什麼 好 聊完了 那個彥晨姐 他把後面聊完了 我們都在等待 好不好笑... 好不好笑啊 朋友的這個友情是... 這一題有點是友情分 友情分 我帶隊人的 我帶隊人 但沒關係啊 我再來一個啊 好 你完蛋了 丹尼有嗎 保證你笑 在魔頭帽對面看一家安全帽店 聲音比他好 請問店名叫 危險帽 絕對很差嘛 安全帽的笑話 然後可能是紙紮或什麼是嗎 就是那個帽子是紙紮的 一點安全性都沒有的那種 但就是這樣 有些叛逆的人就特別想買了 那這樣可以嗎 那個彥晨 他剛才笑了 你看 保證的 彥晨要Hold住自己的底線喔 你不能這樣隨意給喔 我們還是要Hold住一下好不好 OK 現在都還行好不好 你要Hold住 你不用給他們可憐分好不好 真的好笑再給這樣 那我們剛剛看到一家婦幼醫院 這邊有一張圖 我們來玩一下圖片大起立吧 好不好 我有答案了 好 丹尼麻煩你 丹尼的圖片大起立 開始喔 那個媽媽不是一直看著那個嬰兒嗎 然後就對嬰兒說 你誰啊 不認識了 抱作小孩是不是 不認識是不是 抱作小孩了 有趣 有趣有趣 我啊 好 小孩包的答案 小孩包的圖片大起立 開始喔 這枕頭有e-cup 喂 太細節了吧 他確實看起來挺大的 e-cup太細節了 而且他是躺過多少個 才可以撤出是e-cup 來 彥晨覺得這答案 一點點 彥晨不太喜歡e-cup的這個 彥晨你喜歡哪個cup 不要問他這個太細節了 那彥晨你喜歡哪個 你還不是問了白痴嗎 我問了 彥晨沒有要講 彥晨一直忍後悔的 那彥晨你知道喜德喜歡什麼看嗎 彥晨 真的假的 沒有真的假的 我 好 小孩包的答案了 來 小孩包的圖片大起立 開始喔 媽媽想要哄那個小嬰兒睡覺 然後媽媽唱說 3.3夜 3個半夜 炒死我 而且那個小嬰兒睡得也太好了 他是耳朵 不是耳朵稍微有點問題了吧 而且媽媽唱的歌太我們那個年代了吧 太我們那個年代了吧 太我們那個年代了 那個 彥晨覺得這個 三天三夜當著這個搖籃曲可以嗎 一點點 哇好難喔 我跟你講這題我們就是 要讓他給出一分才能結束 對一定要給出 我再來一個 丹利麻煩你 丹利的圖片大起 開始囉 那個嬰兒很明顯是 看著媽媽嘴巴堵起來想喝奶 媽媽跟他說 我是你爸 多元發展 對啊 所以或許他可能是他爸 對啊 了解 也是有可能的 了解 彥晨覺得這個你爸你媽 分不清楚的這個 怎麼樣呢 我是你爸可以 可以啊 可以喔 我是你爸 我可以啊 我啊 好 小嬰兒慢慢來 來 小嬰兒的圖片大起 開始囉 在右邊那個睡覺的那個姐姐 他心裡想說 我是多難發揮 你們都不提我 他在講什麼 到底在講什麼 他被孤立了 對 因為我們都沒有用姐姐 我都沒有提他 我有 我要來了 我要來了 他笑了 彥晨喜歡 喜歡這個答案 彥晨 彥晨喜歡這個有邏輯的這種 因為彥晨有gay到你沒有gay到 對啊 你在幹嘛 我有gay到啊 你有gay到嗎 我有gay到啊 可是他沒有 我有啊 我知道什麼意思啊 他一開始說什麼意思 對啊 我們先問一下 這答案如何 可以 我有一個了 彥晨的圖片大起 start喔 那個嬰兒說 誰偷摸小屁屁 他是抱著他 不算偷摸嗎 而且嬰兒用這麼可愛 彥晨用最可愛的聲音 講整句話是這樣 可能彥晨會加分 來 彥晨請作答 誰偷摸小屁屁啊 他居然真的加分了 彥晨喜歡這種 好 彥晨覺得這個答案如何 不錯 是不是後來加上去了 是不是 我有幫到你這一份吧 我有幫到你這一份 好 我又有了... 我又有了 好 你先... 小猫的圖片大起立start喔 精傳 大衛王千千偷生孩子 好像啊 很像耶 超像 很像... 很像... 千千姐姐 大王千千 那他生了不就是萬萬了 答對了 千千 千千分下來是萬萬嗎 只剩百百吧 沒有... 因為千千萬萬 我們這邊是往上堆地 是有吉祥的意思 白白的話就是他爸媽 小籠包這個答案如何 可以 我有最後一個 好 我來做一個Ending 好 那丹麗麻煩你 來丹麗的圖片大起立start喔 那個小妹妹靠在媽媽身上 然後小妹妹說 我好ㄎㄧㄤ喔 喝醉了 喝醉了是不是 喝醉了還是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一回來就找媽媽被發現了 我們肯定被罵爆吧 恭喜丹麗獲得1分 好 我們下一題喔 剛剛說是有什麼 什麼陰城 威尼斯 威尼斯是所有中立人的 回憶之地這樣 對 好 我們來出這一題喔 來 威尼斯陰城 會有的特色有什麼 中立的威尼斯陰城 好 想辦法答案了 來 威尼斯陰城有什麼特色呢 裡面的店員都會 威尼寫詩 今天走鹹音梗路線 那至少要唱一小兩句吧 為你寫詩 為你靜止 為你做不可能的事 等一下 合音不對的嗎 一高一低 不對的嗎 這個合音 好 小籠包這個 為你寫詩 彥城覺得 可以 恭喜小籠包 再獲得1分 好 我又有一個 老娘有了 好 老娘 丹麗麻煩你 來 威尼斯陰城有的特色是 他們的字幕都是威尼斯字 威尼斯字是什麼字的 但是你好想知道 威尼斯在義大利 對... 所以就是義大利的字 那就義大利文就好了吧 為什麼威尼斯字是什麼 我看看威尼斯上面 有他們自己的威尼斯語 真的嗎 我剛才查的 威尼斯自己的語言 那個威尼斯... 其實我們不用探討成這樣 不是 威尼斯自己語言 你覺得大概是什麼樣的口音 我們聽聽看好了 不好意思 我要買拍 台語啊 台語 為什麼是台語 誰不是威尼斯語 我啊 現在我們得評分啊 而且小貓完全不在乎 你有沒有分數 丹尼這題有分數嗎 有 有分 恭喜... 好 小貓有答案了 來 請問威尼斯影城 有的特色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它的那個噴水池裡面有 怎樣 威尼斯湖水罐 真的假的啊 好厲害 好可怕 他們的水池太大了吧 白癡的 不是啊 威尼斯水罐 可能是很小的吧 對不對 小貓 威尼斯湖 威尼斯湖水罐 好屌喔 感覺很可怕 那如果是他們的水池 真的沒有很大 想要不知道那個水怪 大概會長什麼樣的 不知道應該是蟑螂 那樣的大聲 只有這樣 那一點都不可怕 只是討厭而已 那你覺得那個水怪 探出頭來的時候 會是什麼叫聲 應該會是 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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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神奇寶貝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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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了吧 無客群是水怪 無客群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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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像蟑螂的無客群 然後威尼斯湖水怪 太複雜了 然後唱威尼斯 然後下一首是那個 是什麼 反作用力 他要回水底的時候 是這樣子 對... 他回水底是這樣子看下去 對啊 反作用力是什麼歌 才沒有一首歌 叫反作用力好不好 是什麼歌啊 給我一場沒關係 這有叫反作用力啊 這有叫反作用力啊 後來有去證明這件事 就是說 他為了改的歌詞叫反作用力 這樣子 了解了... 好 喜歡貓這題 已經幫你延伸成這樣 到底有沒有分數呢 恭喜貓成了一分證 我也要算一分 因為我剛剛把它延伸得很重 好啦 給喜得0.5 好不好 0.5 不能多了 0.5而已 一半而已 一半而已 好 我有了 好 威尼斯影城 好 來 威尼斯影城的特色是 它賣的點心都是小熊維尼斯 小熊維尼斯 小熊維尼斯是一個什麼樣的點子 就是把小熊維尼殺掉 然後把它弄成絲這樣 把它做成絲 它等於是熊絲 熊絲 熊絲企業 熊絲蠟筆的那種概念 對了 差不多了 了解了 差不多就好了 好 那我們已經延伸成這樣子了 請問 彥晨覺得 小熊維尼斯可以 彥晨喜歡小熊維尼斯 不是有延伸就是會好笑 為什麼喜得開始恐嚇 所以要延伸 要延伸 開始恐嚇的評審 我知道了 好 喜得有答案了 維尼斯影城的特色是什麼 他們馬桶裡面會有那個 撐船的那個人 我們在馬桶裡 對... 他必須這樣撐船 那如果這個時候 你尿尿的時候 會一直對準那個撐船的人嗎 那會加分 這樣會加分 所以在馬桶上會有分數 對... 那如果大便的時候 他不能整顆 直接把它壓進水裡的話 滿分... 直接死亡了 死亡 死亡獲得死亡的分 死亡 你要看一下我的圖片 你要看一下我的圖片 喜得現在落後到壓力很大 這個威尼斯撐船的人 請問彥晨覺得這個答案怎麼樣 可以 太特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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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喜得終於難得的又再獲得1分 好 下一題 來中壢要注意什麼 最後一題了嗎 最後一題了 來中壢要注意什麼 好... 我有一個... 好 但你 來中壢要注意什麼 因為你在中壢交到的好友啊 他們都是中壢友 中壢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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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Only you Only you Only you 中壢友 中壢友 今天這個諧音到底耶 怎麼樣啊 彥晨 來... 有趣 中壢友 有趣 有趣了 好 喜得麻煩你 來中壢要特別注意什麼 請做啥 要注意 該注意的 本來就是什麼 嚇死你了 該注意什麼 身體健康 對啦 為什麼那個對啦 有點生氣了 那個彥晨 喔喔 Bad 不行 彥晨不接手 不可以當好朋友 為什麼威脅他 我有了 好 丹妮麻煩你 來中壢要特別注意什麼 這個來中壢 你就是要知道這個 中壢它就是桃園 不是啊 可是喜得好像不認同 你慢慢辯論一下 為什麼中壢 中壢就是桃園啊 中壢就是桃園 中壢就是桃園 那中壢在哪裡呢 桃園啊 桃園 中壢啊 他在講什麼兩個 完全沒有對話起來 失敗的一個溝通方式 中壢就是桃園啊 中壢就是桃園 請問這個彥晨覺得 可以 妳的風向慢慢從小貓 倒到丹妮那邊 他風向會到我身上 是因為我是風向星座的 妳喜歡這個 又再加1分 不可能吧 這個很爛喔 而且妳喜歡這種爛梗耶 天啊 好 我 好 小貓麻煩你 來 中壢要特別注意什麼 中原普渡的時候 是不能去中原夜市的喔 為什麼 因為中原跟中原會搞混 那桃園兄弟會搞混喔 對 會搞混 他會搞混 他會搞混 而且有說夜市賣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吃耶 到底可不可以是普渡嗎 還是夜市 所以這一區話 所以我怎麼都叫中原 了解 或是說那個中原夜市 有人在吃東西 然後好兄弟會說 這普渡的東西怎麼來吃這樣 對 好 彥晨覺得呢 可以 好的 那我順勢來一題了 好 順勢來一題 來 丹妮麻煩你 來 請問來中壢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就是你在買珍珠奶茶的時候 他們沒有大粒也沒有小粒 他們只有中壢的珍珠 中壢就是要大不大 要小不小的那種 就中壢而已 中壢人的中壢珍珠奶茶 彥晨覺得呢 可以 有序 中壢 中壢珍珠不知道用粗吸管 還是細的吸管 對啊 好尷尬 他們得要有中壢自己的 大尺寸的吸管對不對 客製化的 中吸管 中吸管 OK 好 那我們要來公布 今天的總成績啦 校車總成績 我們首先先公布單力 你獲得幾分呢 12分 12分 彥晨你笑點真的是 他喜歡單力的啦 你今天我們史上校車分數最高 就是你這一集的 在一起 在一起 真的啦好不好 等一下我讓單力 讓你下車前再送你兩個寫 好不好 單力趕快想一下好不好 來 這個小紅包你獲得 我獲得7分 7分 也很不錯 也很不錯 很厲害 7分 12分 7分 好 最後是我的搭檔 這個喜德 我覺得最好笑的搭檔好不好 他一定是非常優秀 而且是比賽 你對他彥晨的高中 彥晨也覺得喜德是一個超級優秀的 對 超優秀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他給我這樣介紹 喜德獲得的分數是 2.5 2.5分而已啊 2.5 太高興了 因為在中立你就會覺得 在家裡然後在家裡就會 不想開自己家裡的玩笑 沒有 會忘記工作 你是這樣子嗎 你坐在車上 他一路都在休息就對了 太久了 懂意思 那我們來說一下今天的懲罰 好不好 這個我們之前 之前有過這個什麼 下車自己回家 是 今天是這樣子 我們這支片上片之後 接下來一個月內 這一支片能獲得的戰術 就是我們總冠軍的獎金 那是誰要支付呢 我們最輸的人要來支付 真的假的 喜德要來支付這筆錢 給我們的冠軍 喜德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的戰術 你最不太高 所以大概350 你說上片多久 上片後一個月 一個月內 那如果戰術到10萬怎麼辦 10萬的話 那喜德就給你10萬 對啊 喜德OK吧 可是不會都OK 為什麼是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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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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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是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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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會在那個月 那一天 就是最後結尾的那一天 來拍個照 就確定有交接這個 麻煩大家了 10萬靠你們 好不好 所以大家這個 你如果覺得丹利今天是我們的冠軍 表現真的很不錯 你也願意給他1塊錢的話 那你就幫我們按個讚 那如果你覺得 很危險耶 丹利現在粉絲很多耶 那如果你覺得 你的讚是要給小籠包 那你在留言處講一下 你誰阿 假如你留言說 小籠包比較有趣 那丹利的錢就扣10塊 只要留一個鹽就扣10塊 那我們就最後丹利 最後丹利還要倒貼喜德 200多塊 那一個導站 然後我也要付錢嗎 好 那這樣子好了 就是真的佔1塊錢 導站扣4百萬 不要啦 不要不要打倒站 等一下大家一直按倒站 光按倒站 好了 那丹利的獎金就麻煩大家了 交給你們了 這個到底結束 你交給我吧 確實 那大家也可以很如實 你就覺得說丹利今天表現 也沒有到真的可以給他一個讚 那就不要給他 好不好 你就覺得說小籠包第一名 小籠包第一名 我跟你講這個影片出來怎麼樣 喜德絕對不會分享 對 好他很不想要提供獎金 好不好 那我們最後一天 就是上片後 一個月後的那一天 我們就會來結算 我們會在我們的Facebook 跟IG來Post說 我們喜德真的有把錢 轉交給我們的冠軍 好嗎 好 我們這集小籠包在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謝謝我們彥晨 謝謝彥晨 丹利 待會丹利會跟他拍一個 蛇吻的照片 OK 好不好 不用啊 彥晨害怕 對 剛剛結束前說 要送他那個 快點送給彥晨的錢一個 來吧 那彥晨你隨便給我一個詞 好 彥晨給我一個詞 好 彥晨給我一個詞 中醫 中醫的話就是你去看中醫 奶中醫你 奶中醫你啊 彥晨喜歡 奶中醫你囉 奶中醫你 好啦 謝謝我們彥晨 我們下週見 拜拜 來補 五人行不行第二集 品魚的畢業典禮開賣啦 購票請到OpenTix 好 阿滴 好 阿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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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